我就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討論的就是 天龍特工地這樣的一個公文地的搜查介面 我們已經把它畫成地圖了 也有所謂照片上版的功能 比如說我現在點開這個 就可以看到它是古靈街小劇場 對面旁邊有一塊 以及圍很久的一個小空地 它是口纏書的 那我們就有討論說 那這樣延伸下來還可以做什麼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住在附近的居民 我知道他以前是做什麼用途 甚至是什麼將軍住過的 那我就可以來這邊做一個 給等一下資料回饋 或者是新聞小道消息分享這樣子 那我如果更積極一點 因為我們其實是可以去跟國產署申請任養 那我想發動一個糾團 去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也可以在這邊做一些行動 那國外也有一些就是以群眾 綜合群眾募資跟空間改造計畫的一些平台 就是鼓勵社區去提一個 類似我想要放定一個 30萬的空間改造經費 然後邀請大家來任養 或者是來參與 去具體的去進行 那像這樣的東西都可以 用這樣的一個基礎去發展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因為我們剛才來看 假設這個是一塊空地 那可是像我們這個 這14000米基本上就整個是198公頃 所以針對整個城市的公有土地 到底有什麼樣的公有政策的想像 這可能就好像真的還不太容易想像 那所以我們大概理了一些思考方式 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還要去想一下 城市願景到底是什麼樣的 什麼是城市願景 有一個部分它可能要來自於 大家直接的生活經驗 譬如說我的社區沒有淋漓公園 這個很直接 所以我可能在我的願景想像上 就有這樣的需求 第二個部分是有些專家的擔憂 譬如說有些專家 他覺得熱島相應很嚴重 可是我們一般人大概沒什麼感覺吧 但他會覺得說在科學證實上 它這個是很有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去了解了之後 假設你是一個住市領區的人 那你可以開始想以視領為一個探討區域 匯入一些這個地區 有的供額地資料或人口資料 發現到時候 其實這邊的綠 閒置供額供體 更應該變成一個綠地燃減環 人造效應 假設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提出一個願景的順序 然後你去都市計畫通常檢討的委員會 就說我是基於什麼樣實證經驗 實證資料來支持這個論點 去接過一些行政程序 好像是這樣的一個思考路徑 那這是供額地的部分 然後今天我有遇到一個朋友 就是他想要推動台灣的 中資保存庫的一個 自己做自己的中資保存庫 而且是地區性質 所以他已經列了蠻多的操作SOP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去調查 中資在哪裡啊等等 那他這次還沒有提案 但他應該未來會想一下 是要怎麼樣把這個事情提案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來參與 那今天我有馬來的網址列在上面 所以他這邊就有在提 中資保存庫 或者是農民包種的一些 背景知識 或一些國際經驗 如果已經有朋友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聯繫我們 然後我們再介紹你們認識 謝謝 好 謝謝哲偉 謝謝